南韩首尔首都区疫情再度升温了 11号新增了45起的新冠肺炎病例 而南韩累积1万1947人染疫 郎局表示新增的社区感染病例有97%都来自首尔 而大部分都是中高龄的整者 这是不是跟他们的社交形态有关系呢 更多的分析交给回评 好的谢谢新话 没有错已经宣布解封的南韩 现在又传出了新的疫情爆发 而且是集中在南韩的首都圈 这次又再是群聚感染 这是什么事情呢 其实他们最新的病例是新增了45例 全国累计的病例是将近12万人 但是虽然45例新增听起来不是很多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40例都来自首都首尔 而且呢这些病例7成以上都是60岁的长者 那他们的感染源是什么 现在目前过滤出是一家保健品的推销公司 疑似是经由这个类似直销的方式 那就让这个直销员成为一个传染媒 那再来是当地的一个乒乓球场 很多老人家在这边打球爆发了群聚感染 那南韩政府现在也实施了补救的方式 首先呢是各个公共场合 包括一些球场夜店KTV 你要进去消费的人都一定要扫这个QR Code 来进行身份的登记 那为了保障这个个人个资不会外泄 也南韩政府也确保说 你的个资只会登记四个礼拜之后 就会自动移除 那再来呢是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所以南韩政府也针对全国600家的筛检站 来加装冷气 因为医护人员都要穿防护衣 那以防他们这样会中暑 希望能够这样借此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 那再来是我们看到的是 南韩其实还是不断地出现群聚感染的现象 最新的消息是南韩的KIA工厂也宣布停工 为什么呢 这是一间KIA的所下理工厂 一名50岁的员工确诊 这间工厂总共有5800名员工 他一天的产量是1300辆车 那这名确诊的员工呢 他分别在6月3号和6月5号这两天到生产线 去视察新车的情况 也就导致两天下来可能有180人 可能有感染的风险 所以这家工厂在昨天紧急宣布停工了 那再来是因为其实民间呢 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还没有停止的恐慌逐渐的升高 也导致乱象不断的出现 南韩警方最新破获的一起 是南韩市面上卖了一个 俄国的还没有正式 能够申请许可上市的一个药物 它是一种抗病毒药 而且原本是来对抗伊波拉病毒的药物 它其实在今年2月的时候 就已经送往中国去检验实验 看能否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是有帮助 目前这个实验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呢它的副作用 包括腹痛呕吐和过敏 这些副作用对于人体 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 目前都还是未知 所以南韩政府也呼吁民间不要乱买药 那么南韩政府其实现在 他们很头痛的问题 就是南韩的生活模式 群聚的方式似乎没有办法避免 但是这样的模式呢 其实在荷兰有一个 非常创意的方式来改变 这是荷兰的一家夜店 他们为了重启之后 能够吸引客人上门 所以他们推出了一种 坐在椅子上跳舞的方式 那民众普遍都认为呢 其实这样的听音乐 也还蛮享受的 这些是我们通常做的 2个时期的设计 我们将在20分钟的设计 我们将在20分钟的设计 所以它会有点不同 但是我们将在20分钟的感觉 但是我们将在20分钟的感觉 但我们将在20分钟的感觉 但在20分钟的设计 我期待有最高的社装 因为它的感觉很不同 我觉得它是什么 可不得不忘记 如何? 很棒! 謝謝! 我認為這是你的完美日的音樂 20分鐘是足夠的 這讓我開心